日本的寺廟裡面 刻了這一個金剛麗子將來 大概都是以唐代的版本 這些的文物非常的珍貴 它是做的是圓形的 它裡面總共刻了三部的經紋 它小 但它很重要 很可能它是舉世唯一的骨品 這個葡萄家我們只看到這個頭 其實它身體跌起來的時候就變成大事